欢迎来到月亮说,一大波重磅古装剧将要来临了 2023年已经上线了不少爆款古装 像是上半年的《长月静明》、《长风度》、下半年的《玉谷窑》、《长相思》等等 然而接下来,乃至2024年、2025年,多部古装剧作即将轰炸萤幕 以下是小编熬夜搜罗全网整理出的37部重磅古装新剧 最后三部更是震撼登场 下面的清单和独家素材绝对不容错过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一张若云、李沁主演的《庆余年》第二季 庆余年的热度可真是高 目前第二季的预约量都快接近800万了 很显然,第一季得到了广大网友们的认可呀 在维持了前作的大部分原班人马的基础上 还加入了更多实力非凡的老戏骨 然而第二季的剧情会紧接第一季 范贤在第一季结尾被颜冰云刺伤 第二季中将与颜冰云共同设计假死计划 成功脱身并入主监察院 随后与庆帝展开决战 扶持三皇子登基 范贤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并选择了隐居江南 剧情中还将出现范贤与林娃儿的大婚偶 以及玄空庙刺杀事件 揭开春围舞弊案等等 看点还是非常多的 你最期待哪位角色的精彩表演呢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2 周一为高伟光 陈都灵 孟子义主演的金庸武侠事件 不得不说 导演的这几位选角 真的很符合金庸小说里的样貌呀 此次将打破以往的传统模式 呈现出一场前所未有的江湖盛宴 故事不再是围绕郭靖与黄荣展开 周一为将出演神秘的黄耀士 高伟光则化身狡猾的欧阳风 而陈都灵和孟子义 分别演绎了冯恒与美超风 还包括了明道的戏份哦 就看他们能否把金庸笔下的武侠特色 包括角色的深度和复杂性给诠释出来 该剧会分为五大章节 东邪西独 南地北盖 华山论剑 九英真经 以及铁血丹心 多个故事融合在一起 也展现出了一个更加丰富和多元的武侠世界 总的来说 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有其独特的观赏价值 小编认为 该剧很有可能成为一部优秀的系列剧哦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三 赵露丝 王安宇主演的神隐 这水瓶兽来的古怪 吃了 我不想做什么了不起的人 我就想要逍遥的 跟大家永远待在一起 光是一个预告片 在首晚便吸引了超过四百万的点击量 可见其火爆程度众所期待啊 这也是成名后的赵露丝主演的首部仙侠剧哦 据说这是一部展现出东方神话美学的仙侠大剧 而原本就是百搭体制的赵露丝 这次跟王安宇搭配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神隐改编自《星灵》的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的是 力至上进的水凝兽阿音 和神力被封的真神之子古晋 他们因一场意外相识 共同走上寻找先缘之路 然而在狐族王子红义 英族公主燕爽等小伙伴的陪伴下 他们一同维护世间和平 承担苍生大义 最终收获了爱情 友情和亲情的励志故事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4 杨旭文 杨志刚主演的《唐朝鬼事录之西行》 《唐朝鬼》第二季也快来了 同样也是原班人马回归 而这一次从第一季的八大案件 扩展至九大 预计将深化剧情细节 逻辑更加严谨 每一个案件都精雕细琢 期待再次呈现出 滴水不漏的精湛剧情 这次的西行片 讲述了一个全新的故事 在大唐的繁华背后 危机却暗流涌动 随着各种势力潜伏 民间鬼暗频发 暗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 而大理寺的卢陵峰 与乾陵城的苏无明 又将如何破解新的谜团呢 这次的西行之路 境遇难测 小编也希望第二季 能够再创佳季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5 谭剑刺 周依然主演的四方馆 这是谭剑刺爆红后的 首部古装剧哦 与实力派小花周依然搭档 而且还有六大美女作配 但凡女主拉胯一些 绝对压不住这六位女配角 从目前的各种物料来看 四方馆整部剧 有着极高的孵化道质量 人物的造型也都在观众的审美上 再加上还原度极高的剧情 整体质量可谓是非常高 而且该剧也是非常新颖 选取的是很稀少的古代外交题材 不仅展现了大唐盛世和西域风情 更融合了悬疑破案 风趣搞笑 以及爱与成长 可以说 这是一部难得的 唐朝外交风云录 与悬疑探案的结合 四方馆改编自陈剑的小说 《西域猎王记》 主要讲述了在唐朝的安平年间 被贬权贵的原末 烟乐国流迷阿树 还有英勇将领王昆吴 以及高贵的玉池华 他们一起聚首四方馆 四人齐心 与来自各国的刺客 密探 以及外交使团等 形形色色的各路人马展开交锋 共同破解疑难案件 逐渐揭开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六 赵丽颖 林更新主演的《雨凤行》 醒了呀 那你教教我这两个字怎么行 该剧不用多说 开播后势必会成为最耀眼的存在 目前的预约量也已经接近400万 不愧是赢宝S佳吉的精良之作呀 而随着赵丽颖近两年的强势转型 已然成为了八五花中的乔楚 此番再度回归曾经的古装舒适圈 真的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这次在剧中 她将展现出不同的风格 既有女装娇俏的一面 也有男装帅气的一面 而且和林更新二大 也圆了粉丝们对楚乔传 没有拍完整个故事的遗憾 《雨凤行》主要讲述了在上古时代 为了天魔两界能够联姻 沈黎被作为上古神的行旨 只婚给了天地孙子芙蓉君 然而沈黎自幼狂傲不羁 霸气十足 自然不愿意接受这桩婚事 所以开启了她的逃婚之旅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7 成毅李依同主演的《英雄志》 这部《英雄志》的呼声真的很高 由于成毅在《莲花楼》中的精彩表现 许多观众对她情有独钟 特别是成毅美强惨的人设 真的令人难以忘怀啊 还有五件戏份也可以说是 整部剧的名场面 动作流畅干净利落 行云流水 希望可以继续带入这部《英雄志》里 这部剧以男主视角为主线 强调了武侠风格 聚焦于报效祖国的理想报复 题材内容充满格局和深度 还汇集了实力派演员 如肖顺瑶 王千元 以及郑叶诚等等 阵容也算是非常强大的 《英雄志》主要讲述了一位 天赋异禀的江湖少年卢云 她的非凡武艺也惹来了杀身之祸 在逃亡途中 她与神秘女子顾倩熙相遇 女子便爱上了卢云 却也藏着一个惊天秘密 随后两人结伴江湖 与一众志友 共同经历了生死考验 也见证了江湖上的恩怨纠葛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8 周一为王立坤 钟楚希主演的《大唐狄公案》 说起《探案神剧》 就一定绕不开《神探敌人节》 自从梁冠华的《神探敌人节》火了以后 资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题材 而这次的《大唐狄公案》也是积压已久 在预告和特辑中展示出许多引人瞩目的特点 如贯穿主线的《十七宗奇案》 高水准的特效制作 精致地孵化到水准 以及庞大的场景堆砌 小编也是迫不及待地想看《这十七宗奇案》 这些案件将是剧情的核心 每个案件都充满挑战和谜团 将为观众呈现精彩的探案过程 展现出主人公敌人节的智慧和推理能力 能够让观众沉浸在一个充满悬疑和解谜元素的故事中 就看该剧能否赢古装探案剧的新标杆了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9 罗云熙 宋毅主演的《严心记》 长月静明后的罗云熙 大家也是无比期待她的新古装作品 这也是一部古装探案剧 还融入了言情元素 而这次罗云熙也告别了仙侠造型 转为更接地气的古装 其中竖发造型颇受网友的好评 从目前的剧照和预告来看 《严心记》的画面质感十足 不仅古色古香 浮化到精致考究 清喜剧的风格加上悬疑探案 让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 而在罗云熙和宋毅的《流量号招》下 加上配角成磊的意外出圈 以及她和陈瑶的组合 也得到了更多关注 可以说 该剧的开播前景一片大好 一旦剧情出圈 或又将成为新的古装天花板哦 《严心记》主要讲述了 《总捕头江心白》 与《江湖游一言男星》 两人不打不相识 机缘巧合之下结伴而行 一起经历了三劫三厘的奇妙姻缘 不仅查清了《乌香弥案》 同时也收获了美好的爱情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时 刘诗诗 刘雨宁主演的《一念观山》 一度被誉为天选古装人的刘诗诗 终于又要上演古装剧了 《一念观山》绝对称得上是一部武侠剧作 看点非常多 光是一个预告片 就让人期待无比 剧中男女主的人设非常带感 她们分别是两个国家的头领 女主还有双重身份 在剧中 刘诗诗饰演的人如意 手持双刀 伸手矫健 无论是单打独斗还是群战 都能轻松应对 不得不说 她的双刀玩得非常厉害 让人不禁感叹 这简直就是从武侠小说里走出来的侠女啊 此外 还有陈都玲也会和刘诗诗同台标戏哦 而对于男主刘雨宁 虽然《安乐传》里没报 但小编感觉在《一念观山》中 刘雨宁大概率是要爆红了 这部《一念观山》还是个原创剧本 以武侠为背景 主要讲述了安国朱一卫前左使人如意 太阴机缘巧合成为了无国营地时小分队成员 和一众伙伴们经历生死 共同成长的故事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十一 王鹤蒂 田锡薇主演的《大凤打耕人》 王鹤蒂的重磅古装剧终于要等来了 但小编也是非常担心王鹤蒂 和这部《大凤打耕人》的剧情 因为原著的世界很大 且出场演员很多 不知道剧版要如何平衡改编 尤其是原著被人诟病的许其安 把很多美女都收入后宫的行为 而这些美女在剧情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一夫多妻肯定是演绎不出来的 就看编剧要如何平衡 男主与这些角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 这部《大凤打耕人》改编自《卖爆小郎君》的同名作品 讲述了男主开局就穿越到了监牢里 三天之后更是要被流放 为了改编自己的命运 男主成了一名打耕人 一边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除暴安良 一边认真修真 立志要斩尽天下不平事 为苍生 为万事开太平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十二 杨阳 金陈主演的《凡人修仙传》 对于该剧 小编同样也很担心 杨阳之前的形象崩塌了 而这次的《凡人修仙传》 原本动画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豆瓣评分甚至最高达到了9.0 然而 这次被改编为真人版 如果陷入了魔改争议 把原著给毁了 那杨阳该怎么办啊 想必杨阳这次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不过最新的物料中 杨阳换上了一套黑衣斗笠的造型 身材修长 半遮半眼 还蛮有武侠风范的 再加上犀利的眼神 这次好像没有什么油腻感了 《凡人修仙传》 改编自妄语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一个普通的山村穷小子韩丽 偶然之下 跨入到一个江湖小门派 虽然自治平庸 但依靠自身努力和合理算计 最后修炼成仙的故事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十三 任佳伦 行飞主演的《烈焰之舞》更迹 又是一部改编自超级动漫IP的古装奇幻大剧 但小编依旧担心 因为任佳伦与行飞先前搭档过线偶剧 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但同框的CP火花实在不强 真的比较可惜 但还好这部《舞更迹》算是大男主剧 男女主的CP感在剧情的比重上 应该不会影响太多 而且或许两人搭古装 反而更有火花也说不定 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而且如果你对中国神话有着浓厚的兴趣 那么该剧绝对不要错过了 《烈焰之舞更记》 剧情讲述了王子舞更遭遇国破家王后 沦落为奴隶却不弃初心 为父母和族人报仇的同时 继承先王一帜 带领人族同胞反抗神族压迫的故事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十四 杨子主演的《长相思》第二季 《长相思》真的让剧迷们尝到了相思之苦呀 不过也不会让大家等太久了 熟悉原著的读者可能都清楚 该剧最令人心碎的情节 大多集中在第二季 在第二季中 香柳变身为防风被 进行了争夺婚姻的行动 这也成为了引人入胜的开场之一 尽管剧情设定中 这桩交易被描述为一笔生意 其原因背后是 涂山景以37年粮草作为代价 换取他去抢亲 然而实际上 这也正是香柳本人的真心所愿 就在前阵子 杨子在直播活动中透露 第二季中将会加入一些原创情节 这种创新 不仅使熟悉原著的观众感到新鲜 同时也为整个剧情增添了心意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十五 周亦然 张雨昕主演的《斗罗大陆》第二季 这一部可不再是原班人马出演了 第二季简直就是大换血 原本呢 大家都不太看好 但没想到的是 两位男演员 一个陈慕池由风神出圈了 另一位周亦然 由甜宠俱儿小红 再加上饰演小五的张雨昕 原本就被赞神还原 饰演朱竹青的孔雪儿 也被夸超预期 这样整体来看 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斗罗大陆》第二季 将继续上一季的故事 讲述了史莱克七怪毕业后 再度相聚 携手共创唐门 勇闯海神岛 合力对抗五魂殿的热血冒险故事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十六 徐凯 虞书欣主演的《仙剑六起经兆》 如果想要超越胡歌的《仙霞》系列 那几乎是不大可能的 徐凯最近几部剧所取得的成绩 都有些差强人意 而女主于书欣的古装造型 倒是一直都非常出圈 然而该剧本身的实力和配置 也是足够雄厚的 目前也已确定要上新播出 就看能否延续前作的精髓了 《奇经招》是根据相关游戏内容改编 主要讲述了《月经招》和《月琪》 有着神奇的共鸣关系 他们在携手闯荡江湖 结识了诸多同道伙伴 一同将阴谋逐一击破 踏上了行侠仗义旅程的故事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时期 刘雨宁 宋祖儿主演的《折腰》 卫少 是个什么样的人 但你不是说 你不叫 这部《折腰》也真是可惜了 因为宋祖儿事件 使得该剧的前景变得有些不明朗了 小编剧《内幕消息》了解到 很可能将会用AI技术 替换掉宋祖儿的脸来重新审核播出 那么这也影响了刘雨宁 和这部剧的效果 折腰主要讲述的是 乔家的小乔与魏家的魏少联姻 初始因家族恩怨而产生隔阂 婚后时常上演互相试探的日常 夫妻俩的多番较量中有笑也有泪 然而在历经诸多危机后 小乔和魏少逐渐被对方的材质谋略 与豁达胸襟所吸引 他们用夫妻间的默契化解了家族纷争 携手环百姓和平与安宁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十八 高伟光宣露主演的《直此江湖梦》 高伟光自《三生三世诊》上书之后 也鲜少再演古装剧了 作为浓媒大眼 仪泰端庄的古装男神 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期待高伟光的 他之前和热巴的CP感简直是火花四件呀 希望这次能与宣露也能擦出火花 《直此江湖梦》主要讲述了都市小宅女芳怡 意外落入到了武侠世界 本以为开启了跨意恩仇的江湖传奇模式 然而出场便是武功全废的风云刀客荣书狂 在危急时刻 一位冷漠的赏金猎人就出了他 带他进入充满阴谋的玉池山庄 在这里 他手撕莲花表 脚踢伟大侠 更发现自己被谋算的背后 竟藏着一场波局云轨之局 和不为人知的江湖柔情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十九 杨颖 宋威龙主演的相思令 君非凡呢 什么君非凡 我不认识 你我外人也变成仇人 你将如何 这是一部强强虐恋的剧哦 原本男女主双强斗爱的模式 应该会很有看点 剧情设定也非常新颖 但很遗憾 因为杨颖风马秀事件还未平播 如果该剧要顺利播出 很可能也将会采用AI换脸技术 这也导致了宋威龙的事业道路一波三折呀 相思令主要讲述的是 拥有两重身份的军家长女军启罗 在一次跟随父亲刑伤过程中 被北宣城的首领悬列劫掠 两人就这样 带着各自不同目的一起北上 过程中 他们彼此试探 又相互防备 一起经历了生死 从命定相遇 再到虐心诀别的故事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二时 秦俊杰 刘宇宁主演的天行剑 总未浮云能避日 长安不见使人愁 天下 没有可靠 只有可靠的爪力 这部天行剑 虽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古偶剧 它结合了历史 武侠 以及爱情等多种元素 是一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寻宝救国传奇剧 小编也是冲着刘宇宁而期待的呢 该剧改编自白衣聪同名小说 讲述了晚清末年 身份各异的一行人 却因机缘卷入了一场离奇的寻宝之旅 并在辉弘激荡的历史浪潮中 逐步坚定救国理想的故事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21 人家伦 李兰迪主演的流水迢迢 人家伦的古装剧作来了 这部流水迢迢 融合了武侠与庙堂全谋的精髓 将呈现出一场江湖与政坛的大戏 人家伦的古装形象 一直深得观众喜爱 而在这部作品中 他再次展现出 自己古装衣架子的特质 身着白色古装的他 不仅儒雅出众 而且与角色形象高度契合 而与他搭档的李兰迪 也让人眼前一亮 他那精致的高竖发 既巧妙地遮住了他的婴儿肥 又展现出独特的阴气 真令人期待 他与人家伦的化学反应呀 流水迢迢 改编自萧楼的同名小说 原著小说在豆瓣上 评分高达8.0 这是一个坚固家国情怀 和凄美爱情的动人故事 身负血海深仇 却隐藏多年的庙堂药臣卫钊 遇上了自由清醒的江湖闯女江慈 两人突破重重险境 最终抵达各自心中的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22 谭松韵 郑叶成主演的孰锦人家 这部剧可是谭松韵 首次挑战一番古装女主的角色哦 引发了众多粉丝的期待 原本谭松韵所扮演的古装配角 都各具特色 他精湛的演技 也赢得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然而这次的孰锦人家 对于谭松韵而言 无疑是演艺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 此番携手郑叶成 希望能够擦出强烈的火花 孰锦人家 改编自庄庄的小说 孰锦人家换花卷 主要讲述了唐代一周花染房的小姐 季莺莺与赵修媛之间的感情故事 这段命运交织的爱情 充满了戏剧性和情感张力 期待该剧播出后 能够取得良好的口碑和成绩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23 张婉毅 王楚然主演的柳州记 这部柳州记也是蛮有意思的 光是角色设定就很有趣 张婉毅饰演的崔行周 是腹黑的王爷 而王楚然饰演的柳棉堂 是冷艳果敢的女债主 这两人具有双重身份 多种角色关系 上演了猫鼠斗爱 他们是命定的宿敌 也是假戏真做的夫妻 柳州记 根据《狂尚加狂》的小说 《交藏改编》 主要讲述了聪明果敢的 杨山第一债主柳棉堂 他带领众人承恶扬 刘山 匡扶正义 却遭到多方恶势力的夹攻 身负重伤后 被淮阳王崔行周救下 柳棉堂醒来后失忆 将崔行周错认为夫君崔九 随后跟着崔行周守护边关 最终走到一起的故事 这部原著小说中的情节 十分曲折 还是蛮有看点的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24 张彬彬 孙真咪主演的 《千朵桃花仪式开》 这部新剧也真是很无语 当时刚开机 还没正式开始拍摄 就因为演员的角色造型引发争议 不少网友都被几个主演 在剧中的造型给丑哭了 真的可惜了 张彬彬这张帅脸呀 不过最终的效果 还是要等到开播后了 《千朵桃花仪式开》 改编自《随雨而安》的畅销小说 主要讲述的是 天才见修谢雪晨 与伴妖魔修木玄灵之间的纠缠缘分 在遥远的万年前 谢雪晨源是仁慈的人皇昭明 她因与神界对抗 并守护人间 不幸遭遇劫难 为了唤醒她 她的爱人混沌珠不下了万事之局 当昭明再度来世 化身为先盟的盟主谢雪晨 而混沌珠 则转世为暗喻的圣女慕玄灵 两者身份对立 却阴差阳错地走到了一起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二十五》 赵露丝 刘雨宁主演的《珠连玉慕》 原本赵露丝和刘雨宁 在《长歌行》中组成的浩烟CP 就非常深受欢迎 这次终于二搭了 而《珠连玉慕》 作为一部纯事业型的大女主题材剧 不仅在成长线和爱情线上非常完整 而且与同类型的古偶剧 《长相思》等成功作品相比 也同样具备了极高的吸引力 因此 该剧在开播前景方面 无疑是非常出色的 《珠连玉慕》改编自谭天音的小说 《昆山玉前传》 故事背景发生在唐朝 讲述了和蒲采珠少女端午 为了不受凌辱逃出珠场 为弄清绅士加入了燕子精的商队 他靠着灵活头脑 做成一笔笔珠宝生意 带领了扬州行 会成为珠宝艺术的高峰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二十六》 白露 敖瑞鹏主演的《白月范兴》 一部长月尽名 白露可以说圈粉无数 如今再次担任女主 出演这部热门 IP改编的《白月范兴》 白露作为新生代女演员中的佼佼者 以出色的演技和颜值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她这次将扮演一个 充满智慧和勇气的角色 挑战各种高难度的动作戏和情感戏 《白月范兴》 改编自《心灵》的小说《白朔上神》 主要讲述了将军府妖女白朔 她为报恩而立志修仙 寻仙途中意外搭救妖族大神范月 两人不打不相识 从互相利用到互生爱意 最终双向奔赴 纵然隔着千重困难 但爱足以打破一切限制 拥抱最真的彼此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二十七 邓维 向寒之主演的《仙台有数》 邓维的古装造型也是从没有拉胯过 在最新的物料视频中 她身穿黑色斗篷 戴着银色面具 露出的眼睛里充满了悲苦凄凉和决绝 氛围感十足 而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仙台有数》总共有18场吻戏 这简直邓维和向寒之的嘴都要亲肿了呀 嘿嘿 观众们也是喜欢看到这样的名场面呢 不过剧中的男主人社却很不讨喜 希望编剧能够好好改编下 《仙台有数》改编自狂上家狂的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了先修奇才苏益水 在18年前被师父穆清歌逆天改命 一向离经叛道的穆清歌 也为此背负污名死去 18年后 穆清歌化为薛冉冉 而以继任西山派掌门的苏益水 将体弱冰死的冉冉收入门下 是要护胎一世周全 自此师徒身份对调互换 两人之间会发生哪些啼笑皆非的故事呢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28 曾顺希 李依童主演的云秀行 这部同样也是看点满满呀 这一次李依童将挑大梁 集齐了五位风格各异的帅哥 包括曾顺希 邓维 田家瑞 以及王以伦等等 不得不说 导演的眼光确实很独到 太及时不火的演员 一个暑假后 竟然全愿升咖了 因此 该剧也真是能大饱眼福了呀 这部云秀行 改编自《雪奶沙衣》的采云国物语 它融合了战争 女性励志 以及权谋等元素 主要讲述了在传说中的采云之男 名门穷小姐秀丽 和白妾黑周主刘辉 从彼此试探到相互信任 游灰始终陪伴在秀丽身边 一路披荆斩棘为民牟利 最终收获了友情与爱情 即将开播的重磅补装剧29 景田 张灵鹤主演的《四海虫名》 张灵鹤绝对是2024年的剧王 总共有三部大作将会开播 但奈何资本如何捧 张灵鹤依旧没能爆火起来啊 而在这部《四海虫名》中 张灵鹤将化身冷峻帝君 并与景田饰演的活泼少女 结上童心所的姻缘 在铜框罩中 两人的CP感看起来特别强 各种眼神对视让人直呼太甜 很多网友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了 《四海虫名》改编自一代学的小说 《我有三个龙傲天竹马》 它是一部融合种田 修仙 以及仙侠之恋等诸多元素的作品 主要讲述了女主无奈 步入了仙徒 却与帝君展开了一段错位的姻缘 并以此而展开了一系列唯美的故事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30 赵金脉 张灵鹤主演的杜华年 这部杜华年和《美人心计》的路子相似 是一部女性全谋作品 加上赵金脉和张灵鹤 这对高颜值组合 CP感看着也确实很强 倘若编剧改得好 很有望成为一批 能笑到最后的黑马作品 杜华年改编自墨淑白的小说《长公主》 身为夫妻的大夏朝坚果长公主李荣 她与当朝首府裴文轩一梦两世 前世因误会相爱相杀 重生后两人回到他们出狱的年轻时代 在新一世的相处中 他们想共同查出权谋背后的真相 以改变最终被杀死的命运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三十一 居静一 刘学义主演的花间令 居静一的造型总算不再那么精致了 从花里胡哨的头饰 改成了清爽素雅的路线 你会喜欢吗 而刘学义的造型是一如既往的帅啊 这部花间令也是一部古装探案加严情剧 主要讲述了美男县令攀岳和恐怖女舞座杨采薇 两人在解决一桩桩奇案的过程中 从互相厌恶到相知相爱的故事 刘学义饰演的攀岳是一位风流倜傥 才华横溢的县令 她不仅精通诗词歌赋 还有着超凡的推理能力和正义感 居静一饰演的杨采薇是一位身怀绝技 敢爱敢恨的女舞座 她专门处理尸体 探查死因 为死者申冤 两人因为一起命案而结缘 从此开始了一段充满斗智斗勇 甜蜜暖心的恋情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三十二 侯明浩 陈都灵主演的《大梦归离》 这部剧的原名其实叫白泽令哦 云之雨后又一部郭敬明导演的作品 一般他的作品下有着郭氏审美的加持 不管播出效果如何 冲着颜值也绝对够看 到时候一起看看 侯明浩与陈都灵这个组合 会产生哪些话题呢 《大梦归离》是一部脱胎于山海经的归离传奇 主要讲述了一个想要死去的大妖 在求死的过程中不甘心平凡 最终重获了新盛 然而几个少年因为种种偶然的缘分 在六合八荒之间追寻着热血之爱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三十三 唐嫣 刘学义主演的念无双 想不到唐嫣时隔多年的出山之作 配角阵容还是挺强大的 有着郭晓婷与王红毅的亲情加盟 并搭档了三届代言人刘学义 共同演绎相互扶持的爱情 但是呢 如今的唐嫣已经四十周岁了 还能演出小仙女的感觉吗 《面无双》改编自十四郎的小说《天下无双》 主要讲述了唐嫣饰演的神女无双 为了取回神界宝物 而下凡刺杀有胡族大祭司原众 但无双发现事情另有隐情 在调查的过程中两人相爱 并携手拯救了世界的故事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三十四》 张婉毅 任敏主演的锦秀安宁 这是张婉毅自《长相思出圈》后的第一部男主剧哦 《女主任敏》也是一位热搜体制 可能因为颜值忽上忽下 经常有话题度 再加上该剧的原著集齐了骨科 追其火葬场的一系列要素 还是很有爆款项的 期待两位的精彩表现 锦秀安宁改编自文坛的小说《首辅养成手册》 主要讲述了罗慎远和罗一鸣的爱情故事 两人一个受过情伤 不愿再困于宅邸 一个处境凄凉 却也一直在追寻奔施遭诬陷而亡的真相 然而在风雨和波折之下 两颗心逐渐走近 也愈发坚定要与彼此相守一生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35 肖战主演的《藏海戏林》 有多少年没有出过 真正顶级的古装全谋证据了 终于等到有人拍摄了呀 而这次的主演也正是顶流肖战来演绎 肖战在2023年直接上了三部高分剧 导致库存少之又少呀 剧组消息称 为了这部新剧 肖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去研究剧本和角色 一起为他的敬业点的赞吧 说不定这将会是下一部狼牙榜哦 《藏海戏林》主要讲述的是 从侯府到朝堂 从一介步阴谋式 到成为帝国的内阁首府 汪藏海在殷爵的权力风云中 步履为奸 终得手刃仇人的机会 却发现自己 不过刚刚窥见阴谋的一角 面对木叶无知的前路 汪藏海披荆斩棘 最终揭破阴谋 携手至爱朋友守卫国家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36 杨幂 龚俊主演的 狐妖小红娘月红片 月红片也是狐妖系列作品的主线 杨幂与龚俊 无疑都是大流量 光是两人出演 就给剧带来了很高的热度和话题度 高热播是绝对的 况且还有郭小婷 魏哲明 以及剧王张灵鹤来作配 如此星光熠熠的演员群 网友们纷纷叫喊 赶紧开播 狐妖小红娘月红片 主要讲述了心怀大义的 狐族当家屠山红红 与东方家后人 东方月初相遇之后 两人渐渐相爱 然而 为守护至爱之人 和维系两族和平 两个友情人轮回历经万难 即将开播的重磅古装剧30期 刘诗诗张云龙主演的 狐妖小红娘竹叶片 竹叶片找来了刘诗诗和张云龙来主演 刘诗诗一直被网友称为天选怀主 不管是漫画粉还是动漫粉 对女主的选角都非常满意 虽然男主张云龙在名气上稍训一筹 但演技和外形都还不错 特别是白发造型 和刘诗诗还是蛮有CP感的 而配角阵容可以说要更加强大 包括了侯明浩、丁雨昕、吴轩怡、张若南等等 这样的阵容绝对要加入待看清单的 狐妖小红娘竹叶片 主要讲述了东方家和王权家的掌舵人 东方怀主与王权红叶 在人妖势不两立的时刻 站出来共同安定局势的故事 另外 还有狐妖小红娘的王权片 将由诚意与李一同主演 诚意应该不会有问题 就看李一同能不能撑起角色了 王权篇主要讲述了盗门兵人王权富贵 与一只蜘蛛精青铜的爱情故事 三部曲将会逐一到来 敬请期待吧 好了小伙伴们 以上至少有十部小编 我非常期待 你最期待哪几部呢 整理素材不易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点赞订阅哦